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欢迎来到吴老师诚语讲堂 今天呢 我要教大家的诚语呢 叫做 驴唇麻嘴 OK 看到这四个字呢 好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是不是 这个诚语是非常的深屁 非常的冷门 OK 我再教大家一句谚语 这句谚语呢 大家时常会有听到的 就是前言不对后语 就是有一个人呢 他前面讲这句话 可是他后面在讲那句话的时候呢 跟前面那句话是完全撞到真正的一点都不达 前言不对后语 他的另外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呢 就是呢 驴唇不对马嘴 就是驴子的唇跟马的嘴巴 两个都是不对的 用法是一模一样 就是前言不对后语的意思 但是 我们并没有一个成语叫做前言后语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驴唇马嘴 它的意思就是前言不对后语 OK 然后这个成语呢 驴唇马嘴要怎样应用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呢 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大家还记得吗 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呢 我们的交通部长魏家祥 魏大人 他曾经对媒体公开喊话说 他说 我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呢 已经15年没有起过驾了 燕王 15年没有起过驾了 你知道几惨吗 所以呢 是时候呢 应该要起驾一下了 啊 所以呢 大家不要觉得太过 surprise 啊 我可能很快啊 会让这个公共交通起驾 OK 然后一个礼拜后 啊 才一个礼拜后罢了 啊 你看他今天他对公共 他对这个媒体呢 他喊了一句话是什么 他说 啊 公共交通呢 不要这么急着起驾 你们应该先提升你们的服务了 然后呢 再慢慢的起驾 啊 哇 上个礼拜才讲 公共交通很冤枉 15年没有起过驾 一定要起驾 事在必行的那种 然后今天突然间改口 我就说哎 你们把服务搞好了 才慢慢起驾 啊 这个就是驴唇 马嘴 前言不对后语 自己打自己嘴巴 OK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优灯呢 你都知道马来西亚政治最出名的就是优灯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优灯呢 啊 这个就是人民的力量 反对党的力量哦 好 大家都知道 之前会加强说呢 公共交通要起驾呢 已经是给全部人民骂到反了 然后反对党那边有一个刘震东 每天丢着他来咬啊 啊 所以呢 他也怕了啊 他也投降了 同时啊 公共交通不可以起驾 不可以起驾 啊 所以今天就邮登了哦 啊 邮登到来呢 就 驴唇马嘴啊 上个礼拜讲了这么大声 一定要起驾啊 15年没有起过驾 现在一定要起驾了 一个礼拜后 小小 竟然讲了 哦 不要起驾先 提升服务先 这样也可以 好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教这句成语 驴唇马嘴 ok 谢谢大家 拜拜